俄罗斯城管为了打游戏能有多硬核 居然凭一己之力在楼外建起了五巨塔 村民们看到这庞然大雾后慌了 直接拉横幅集体抗议 还有拄着拐杖的村民抱怨 说自己的脚一直不见好转 肯定就是这个五巨搞的鬼 面对这帮无知村民 城管选择装容作哑 继续在自己的王者世界畅游 而毛子不愧是战斗民族 脾气大的直接抄起斧子 咔咔两下砍断电缆线 这下轮到城管不乐意了 我他喵上班摸个鱼居然被你们断网 能不能坐个人 他火速开着小警车来到现场 面对村民的抗议 他大手一挥 两巴掌拍烂横幅 可村民不听他嗶嗶叨叨 直指他鼻子骂街 没办法 只能出动镇上的警长解决了 接着警长调出办公室监控 不出意外看到了城管在打游戏 还没骂他吗 对方就熊啾啾地说 五剧网络就是他的王者世界 为迅速帮村民排油解难 警长直接操起电锯 进行暴力拆除 电杆随即倒下 重重砸在了城管车上 这波硬核操作整的城管服服贴贴 乖乖听从警长教训 吃瓜村民纷纷鼓起了掌 感谢警长帮助了他们 接着警长又接到了报案 听说小区居民不愿打疫苗 于是他立即赶往现场 在俄罗斯打疫苗有多硬核 居然要派出整支特种部队 逮住一个漏网之鱼 直接摁住 一针管毫不怜悯地扎下去 之所以要用这种硬手段 全英老毛子们太彪悍了 每次路过打疫苗的帐篷 他们直接就是一局 为了居民的身心健康 没办法 警长只能亲自出马 他表示 打疫苗必须得本人愿意才行 于是他召集特种部队 亲自带人带设备上门劝导 丝毫没有要强迫的意思 拿出指头粗的针管 就给温柔地扎上一针 突如其来的关怀 整得男人一脸猛逼 接着特警们挨家挨户上门拜访 温柔而体贴的一人一举 而慷慨的手法也得到居民们的赞赏 文言顺丰尔的警长顿时出了险 顿时村民们表示没有任何不满 各个夫妇贴贴乖巧听话 努力达成全民接种 造福你我他 当然一心为人民服务的警长 途中也不忘收集评价 显然大家都很满意 第二天 接种点排起了常队 尤其自觉地主动打疫苗 得益于警长的依依慰问 乌苏里村的防疫工作 圆满画上了句号 国家也号召 各区警长纷纷向这里学习 俄罗斯为打击电信诈骗 特种兵挨家挨户收电视 遇到不配合的 警长一廊头直接敲碎 近日镇上频繁发生电信诈骗 为了保护市民不上当受骗 警长亲自带领特种部队 挨家挨户解决根源 老师服从安排的 就帮你轻柔抬上车 让你们友好告别 互见最后一面 要是电视还能放 他们就直接 对于警长霸气的做法 市民们也是十分赞赏 遇到顽固分子不积极配合的 警长就直接教他做人 原来被炸的是同事城管了 太早说吗 谁叫你不开门 城管一脸猛逼 这是警长大摇大摆走进来了 为了拯救城管 警长直接一槌子抡抱电视 对于警长的关心 城管满脸写着开心 泪眼汪汪热泪盈眶 但警长现在根本没空搭理 他还得去慰问下一户呢 打击诈骗的行动仍在继续 部队士兵们一个个 抬着电视搬上货车 确定全村一个部落 最后在集中进行销毁 完毕警长表示 有我的电视频 有我的电视频 我都没关系 我都没关系 感谢观看